大家好我是雪河 为了捕鱼更高效呢 今天我要做一个鱼笼 现在呢我们开始 有一个容易发动的 所以能够引起来 中文字幕有这个鱼笼 那么在这边 当你会在鱼笼这个鱼笼 那么你会知道 这是不再那个鱼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搞定了 我们出发去抓鱼 现在呢 我抓下面上来的鱼 然后呢 过一段时间 我再抓上面了 好了 明天呢 我们再过来看鱼货哦 再来吧 我们再来说 units maar 这个cherалась 是 对 短 circ 这 现在我们去看地龙看有没有抓到啊 里面看到有点动静 下面那里多那鱼不上来 这里多你看 这鱼又下不去 没什么鱼但是有鱼哎破了这里啊 哇这里破了你看这个 呀 这个网无形 嗯 这里有老鼠老鼠过来 啊老鼠上来 把这个估计是上来把这个咬了 这个要换掉了 现在我要用这个铁网来做一个笼子 这个应该顶得住了吧 嗯 可以了 现在拿出去放 嗯 ok 晚上我们再过来看一次 哎呦捉到很多了哦 来 捉到很多了 哎呦 一拉 一拉出来 就可以拿鱼了 呜呼 你看 嘿嘿 厉害吧 哎呦 来 把它拿到上面去倒 刚才中午的时候我做这个才过来放就得那么多了 要是现在我放到明天早上过来拿的话就多了 哎呦上面也有好多鱼上来 这个就是拿鱼有点麻烦啊 但拿鱼比较麻烦 我看来我要找一个那个口子在那边 安装一个大口子 把它倒出来才行 要不然这样子每次过来拆这个线啊 太久了 搞定 哎呦 哦 明天早上呢 我们再过来了 大家一起看一下啊 明天肯定有很多 哎 这期呢就得一两斤 那么明天早上的话可能就会抓到多一些 啊 我们明天一起看效果 好 哎呦 有一条大的 你看这里它进不去了 而且有一条大的之后 这个它把这个鸭压下去了 那里进不去 有一条大的呢 它从上面这里压 压这个口关起来 这个相机 昨天晚上我看到有那个鸟过来开机 估计昨天我们应该是过来看了呀 要是有大的话就把它倒出来 要不然大的它会把这个龙口这里压下去压下去 鱼就进不去了 三天呢才抓那么一点 三天了才抓那么一点 早上我们过来收一次 然后现在下午呢 又回来收一次 然后现在下午呢又回来收一次 然后现在下午呢又回来收一次 有多的哦 这次有好多啊 这次有好多啊 我看这次有多少 有多的哦 啊 哎呀都是罗飞 完了完了完了 没有埃及呢 没有多罗飞啊 我都没有说到埃及的 还有一只春花呢 太阳了 太阳了我都希望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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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别特别的多我们这里的罗飞鱼啊 我们不用养这种呢 他们小小的两三只 他们就会生这个罗飞鱼的窄了 所以很多 很灌烂 这种的话呢 但我们这边一抓到的话 全部都用在上面给它死掉 好了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那么下期视频我们再见了 大家拜拜